親自去用這個樂器 用這個在聖經裡經常都不描述的樂器 去讚美 我是七歲開始去學樹球 當時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樂器 親手碰它的時候 已經愛上了這個樂器 有時候練琴 或者是我們因為要彈樹琴 要好好保護雙手 所以就有一些運動 同學約出去打球之類 我都未必會去 會少了機會和朋友一起去玩 但是我很相信 當我願意犧牲一些東西的時候 神會加倍這樣賜福給我 因為他知道我是為這個 神給我的夢想去奮鬥 所以他就會一直引領著我這條路去走 我會帶一些很小隻的樹球 去一些老人院或者醫院等等 去彈樹琴給他們聽 因為我相信當人聽到音樂的時候 他們的心靈可以感受到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而當他們聽到樹琴這種獨特的音色 他們更加會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樹琴一條條線 可以發出這麼美麗的聲音 那我就可以跟他們去介紹一下樹琴 而也可以開始再一個新的話題 他們就會更加願意去分享他們的心事 當有一些的deadline 例如是有表演的話 我們都會很緊張 很想要彈好一點 但是當我很緊張去練習的時候 我會跟自己說 其實我讀音樂真的是為了神 所以我會先靜下來 我在樹琴開始去敬拜 當我敬拜的時候 我真的感受到神的同在 然後我就開始去練習 而當我去練習的時候 可能別人要練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但是我練了二十分鐘十五分鐘左右 老師已經說 聽得出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和上次是有很大的進步 我知道這個不是因為我的能力 是因為當我彈的時候 想像我就是在敬拜 每一個音都好像一個 哈利路亞這樣給上帝 是誰 感谢观看